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是大人物改变的 但是很多时候实际上是有小人物改变的 这个玩股票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蝴蝶效应 它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新加坡的意思是蝴蝶 震动了一下翅膀 结果把纽约华尔街的这个股市给拉掉了300点 就是它这个世间的万物是用一种非常奇妙的关系在联系这 那么中共的垮台会是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 可以说是人的历史上一个世纪当中比较大的事情 因为涉及到太多人的生命财产 那么中共的垮台我相信已经非常近了 这个我不会做这个像这个高智盛这样的人啊 去做这样的推测 但是我们要睁大我们的眼睛 去看压垮中共的那最后一根稻草 什么时候会出现会落在谁的手里面 如果是有幸落在你的手里的话呢 你会不会把它放下去 刚才我看了西哲先生啊非常激动 这个原因我在这披露一下 就是因为昨天吃饭的时候呢 我问了一个十年以来想问他的一个问题 因为一直没有机会问他 我就问西哲先生 我就说这个假如说你手里你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根稻草 可能是一个小型的核弹 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你一旦放下这根稻草 中共政权垮掉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在了 你会不会放下去 西哲先生想了几秒钟 他想耍花头 他不敢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他就说那我要看看这个垮掉之后怎么办 什么人来接班 我说你当你决定扔这根稻草的时候 历史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去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未来是由我们现在的人共同努力决定的 那么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那个西哲终于说了实话 他更说 洪汉 我不会放下去 这是西哲在场 那么他还给我解释了一个历史典故 这就说到了1982年 秉章先生 王北章先生 在海外 创办中国之春的时候 当时呢 那个中国之春的封底 或者是封二 决定 中国之春的定调 是要接去北京1978年 70年老魏他们 民主强和西哲在广州的大做这个运动 这个公民的复兴 和民主的诉求运动 要接去 叫这个新火相传了 那么秉章当时就 就犯愁愁 说我们第一个是要推费京生的 还是推其他人 这个是西哲跟我说的 西哲说 他后来97年出国之后 96年出国之后 王北章专门找他 跟他解释 说西哲对不起 没给你放第一个 本来想放你第一个的 后来考虑到 你对中共的政权呢 稍微软了点 说老魏最坚决 就我们决定 还是说 秉章那个 中国之春的杂志 是大家都还能找到的 这个确实是个历史事实 其实这个问题 秉章都已经看到它的重要性了 我们今天我想谈的 就是说 有点景胜天花 没事没事 我今天想说的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 当我们碰到的 或者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的亲戚 或者我们个人 碰到这样能够摧毁 就是关键时候 这一拳能把共产党打死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打出这个拳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没有人想这个问题 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其他民运人士 写过这方面的题目 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也没有开过这样的研导会 其实这样的机会 发生过好多次 1989年 赵紫阳先生就有这个机会 他没有出拳 他在他的内心深受 他觉得这个党 跟他有感情 虽然这个党有很多问题 当然这个赵紫阳先生的 这个咱们要充分肯定他 他自作是一个大好人 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手上 沾满了屠杀学生的鲜血 他放过了这个机会 从历史责任感角度来讲 这是一种犯罪 这是一种懦夫行为 他没有叶丽钦那个胆量 那个胆识 当叶丽钦爬上那个坦克的时候 发表演讲的时候 叶丽钦也不知道 以后会出来普京这样的人 他想不到 谁都想不到 除非上帝 高师胜也许能想到 我们想不到 那么往前走 一下走到这个 2012年 春节前后王立军事件 王立军事件 我们现在回头一看 站在中南海胡拟涛的角度来讲 这就是一场 十分重大的政治危机 这个政治危机的严重程度 甚至超过了林彪事件 因为林彪的飞机落的地之后 这个事就解决了 共产党能控制 毛泽西能控制 如果王立军 在领馆里被扣在那 美国跟他玩这个司法程序 我也搞不清你符合不符合 我的政治变态的条件 但是我给你个 我得给你一个 这个dual process 按美国来讲 这个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中共都不能抗议 但后来希拉丽 希拉丽是把这个事控制得非常完美 那么他后来在英国 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他主动说这个事 给自己做这个护匠活 他说王立军到了大使馆之后 我们 我们 看了所有的这个材料 我们觉得它不符合任何一条 政治病难的理由 这个当然是影视 王立军跟方立志前面 这个先例比较 这个就是这就是可见 希拉丽这个伟大的忽悠家 伟大的政客 他能够把黑的说成白的 中国人民申请美国政治避难 我相信符合条件至少超过三个亿 大家同意吧 有三个亿符合美国政治避难条件 可是美国能要谁呢 美国只能选择对自己的国家利益 最重要的那人给你保护 因为对吧 很显然的 什么叫国家利益 如果王立军捏在美国手里边 跟胡尼涛谈判 大家想想这个利益 如果用dollar来写的话 得是多少钱啊 那要是跟胡尼涛要一万亿的这个 一个项目 你就给我一万亿 我配合你 胡尼涛都得给 因为什么呢 胡尼涛没有任何其他还手的办法 这是个完全不平等的谈判 希拉力把这个机会 赔手放掉了 希拉力自己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希拉力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这样的仗 希拉力当然明白 他其实很快就明白了 他被骆家辉给耍了 骆家辉把他给卖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国务卿 在华盛顿 他怎么可能知道 中国西南重庆市的市委书记 下边跟这个公安局长会有这样的事 他哪知道这样的细节 他的所有的决定的这个 做决定的这个 这个依据 都是骆家辉告诉他的 朋友修制服放在最精彩的部分 OK 你的时间到了 我先备受 好吧 我尊重主席 谢谢 我要 因为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要去翻译 这个最后是我们 我先去看 我先去看 你 我先去看 去看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